第44课 好,第44课 现在完成进行试 第4词说明 好,那今天 我们看这要介绍的观念 since 什么意思 从点点点 从几点到几点 或是从几年 或是从几年 或是从几月到几月 好,那第一个观念 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从几点到几年,从几年到几年 几月到几月 第2个呢,for 这个for呢,是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一段时间,不是为了 有没有,那for you 是为了你 但是我们这边呢,这个for 就是for的用途很多 我们之前学的呢,for you you are for 什么 那这边呢,是当成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这要记清楚,不是当一段时间 好 那既然这样子呢,我们就来 举例 I've been waiting for the bus for an hour 我等巴士呢 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主持 有没有,主动词 have 并 动词ing 对不对 现在完成进行式 有没有,看到这个就知道是现在式 这个呢,完成 而且有ing 进行式 这个waiting for 它是一个动词片语 这个for 不是这个for 我再讲一次 这个for 虽然一样 但是 不是我们现在介绍的 而是在后面这边 这边 waiting wait 是等 等什么 一定有waiting for 这是在一起的 叫做动词片语 Be waiting for the bus 等公车 这是售池 for an hour 我等公车等了一个小时了 有没有 这个是等了一段时间 这个 才是 这个东西 知道吗 好 那这个呢 就是从这边 就是现在 有没有 那 这个是 一个小时前 这段时间 一个小时 我从这边开始等了 等到现在 我讲话这个时候 你问我等多久了 对不对 我等了一个小时了 车子来了没 还没 我还在等 还在等 所以我等了一个小时了 一段时间 第二个 I've been waiting for the bus 有没有 到这边都一样 但是我们之前 用这个since since an hour ago 从一个小时前 是不是 我是不是从一个小时前 这里开始等了 到这边那一个小时 所以 从一个小时前 这两句话 意思不一样 完全一样 但是 这个是用for 这个是用since 要了解吗 讲同一件事情 用不同的接器词来讲 接下来 I've been waiting for the bus 完全一样 since since 从3点 下午3点 pn 我从下午3点开始等的 也就是我现在讲话的时间 是几点 从这边看得出来 我现在讲话的时间 是下午4点 下午4点 pn 知道吗 那这个时候是几点 是不是3点 3点 3点 3点整 opclock 是3点整 我从下午3点整开始等 等到现在讲话的时间是4点 所以 这三句话 意思一样 意思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要强调是等了一段时间 要用 这个 等了一段时间用for 其他两个呢 不管你要从一个小时前 一个小时前 或是从3点 开始等 都是用since 从点点点到点点点 这是在 透过做作业的时候 就看得出来 同学们有没有了解 就这个 那我希望你能够听这个之后 就会了解 如果不了解 把这个按照题 自己回味一下 回味一下 甚至把它抄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你就会更了解 如果第一次看不了解 没关系 隔天 再看一次 你大概连续看上三次四次 甚至看了两次三次之后 不懂没关系 过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重新再看一次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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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